大家好,我是房四山 祝所有家人们在新德一年里 工作四十年里,身体健康安 祝家人们,祝我们所有家人们农年行大雨 家人们,我是前天晚上 刚刚就是到福建的 我到福建就是手机打开 发现好多消息 特别是阿拉的消息好多 我是因为在车上没有电 所以到家里面手机才开启 才看到信息的 我昨天看到了阿尔发的视频 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怪我 他怪我怎么没有把他带回去 其实我去成都这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其实他知道我很想把他带回来的 去年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回福建 那个时候他不肯不肯来 然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说服他 他终于肯 真的我可以说做梦都想 都想有这么一天 我带阿拉一起回到家里面见父母 然后我们一起走在就是充满福建特色的街道上 大家看 看一下我这边 这是我们家的附近 我想阿拉穿着衣服的服装 然后我跟他一起走在这个街上 我亲了他的手 他看着我 真的我 做梦都想要有这一天 可是现在真的 时机的还没到 前两天 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 他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嘛 然后所以一直机票没有订 然后还没订时间 但是我妈她从来没有就是 嗯 这么着急 非得要问我几号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问他到底有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给我找了一个女孩子 他有个女孩子想要见我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又给我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我也认识 我有见过 但是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女孩子 是 因为他老爸 跟我们以前是就合作伙伴 这个女孩子嘛 我不知道我妈怎么想的 她明明知道 我对阿尔是有感情的 可以这么说 她还非得 非得给我介绍对象 然后那天我就跟她吵了一架 我跟她说我要带阿尔回去 然后她 她不允许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很难办 因为 我们汉族跟姨族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婚姻可以说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我把阿尔带回去的话 正好也碰上这么多事情 因为正好今年 不见这边的公司又出了事情 我妈就把猫头指向阿尔 她认为是因为阿尔 所以我一直留在脸上 一直不回来 所以公司才出问题 所以她才给我 老实想给我找相信对象 找那些所谓的在事业上能帮助我的 所谓的门单户对 反正现在不管怎么样 都是我的问题吧 因为那天本来跟阿尔约好了 我去她成都 然后回来 就跟她一起回来福建 我票都买好了 可是那天我还是一个人走了 因为我不想到时候把阿尔带回来 然后我妈如果没有给她好脸色的话 到时候尴尬 到时候阿尔肯定会生气 所以我好不容易才舒服她去接受我 好不容易她才愿意接受我 愿意去面对这些 我不想再搞砸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阿尔是一个很耗面子的女孩子 我好不容易才舒服了她 我很怕她回家以后 看到我妈这样子 她又要把我推开 我知道你一定会看到这个视频 我录这个视频就是想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不要担心我 我没事的 确实前天回家路上 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耽搁了一两天 在动车上 我手机是没有电 也没有信号 你不要担心我没事 反正 我在家里会把家里的事情给她处理清楚 然后明年过完年 我就出去在家里等你 这两天过年呢 你也给自己放个假 不要再去山上干活了好不好 你看这么轮天到处都下去 对不对 明天我们一起把成都那边的公司 我们把它做起来 然后我会告诉家里人 我会告诉我家里所有人 这都是你的功劳 然后把公司做好 做得比以前附近公司都还好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那个时候 不管是我妈 还是我家里面其他所有人 他们都会很喜欢你 都会很认同你 很认可你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回来 我相信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不管过程多么曲折 他们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的 你说是不是 好了 我也在这里祝你新年快乐 祝你明年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也祝家人们新年快乐 拜拜